三四十万预算买百万加是豪华品牌SUV 你买啥卡业 买啥Q7 买啥GRE 你买什么宝马X25啊 这都是老古鲁棒的 干什么 马萨拉提拉万特 发现5 3.0T的土瑞啊 虽然土瑞它不是豪华品牌 但是它是三代土瑞现款车 你买个19年头一批 那玩儿现在跟赛电卖的新车长得一模一样 这玩儿低调气不是一时奢华不行吗 你如果说选择老款懒生运动 那玩儿已经都老款了 还有啥面的 花小钱办大事 这是买二手车正常人干出来的事 你整个老古鲁棒的有啥意 干发现5 同四代懒生 一个平台压不出来 底盘用料嘎嘎捐尾 虽然是前期款 它最起码是现款 还有考虑保时捷卡业 那老款有啥面子 咱花同样的钱 一定便买老款车 买个现款车 你拥有个马拉提 你再说这车毛运动 我之前就是马拉提拉万特车主 开了一年左右 这车开的也是满满当当 整个一共花了一万多块钱 开的也是摇头晃脑 在我们老家也属于本地皮鞋了 这玩意现在1617年公里数 少了五万来公里的 也就三十多个 动力一天 感底盘用料 那也是顶级了 兄弟们 你得明白买二手车的意义 花小钱办大事 你不就是想装逼吗 老款车你怎么装逼 要画面啊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 没事扒拉扒拉懂车地 看看二手车员行情 2024年买车便买贵了宝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